淘宝台湾APP有千千万万的好康的 淘宝台湾在今年10月开转 宣称要把台湾货带到国际 但点开官网一看 卖家产品说明 使用的却是简体中文 台湾本土电商业者担忧 中国货透过台湾店家地价倾销 产品不符合台湾法规 却能够违法上架 是不公平竞争 P4后董事长张宏志表示 淘宝在台湾是外来者 卖家有限 目前对台湾电商影响不大 但台湾人跑到大陆淘宝买东西 对台湾电商才是最大伤害 我认为淘宝登台 目前还是很小的事 但是台登淘宝 是远比这个大很多的事 张永志指出 淘宝成公布十大剁手城市 台湾就占了三名 台湾人到大陆淘宝买东西 一年平均下单 新台币40万元 推估式进口商 数据显示 台湾一年在大陆淘宝购买金额 最低有400亿 最高估计到1600亿 假设我们抓它是中间值800亿的话 800亿 用这个角度看 台湾还没有任何一个电商 直营的电商有这个规模 境外卖的人没有营业税 台湾卖的人有营业税 那这件事是不公平的 张宏志表示 境外电商不会被课税 缺乏边境管理 跨境贸易的公平性 值得关注 但张宏志也点出台湾电商优势 像是日本卖家 绝不轻易在大陆电商平台上架 就是担忧宝贸品问题 大陆有很强的平台 可是这个平台的内容 称之不齐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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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 冒贸品或假货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都觉得 那跟台湾合作 是完完全全 一样的语言 一样的 一样的规范 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 消费者的几率 卖家的几率 显然也都 很有信心 这个也变成台湾现在 竞争的一个 一个 一个特殊条件 张宏志指出 台湾电商平台 是国际 可以信赖的伙伴 以自家平台为例 要与日韩公司结盟 季节优质的商品 抢供东南亚 市场上机 新唐人亚太电视 黄阳简 超越田一 台湾电商平台 被采访莫大 企业的形态 介入到网络的 一份